睡美人 从前有个王后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 国王非常高兴,他举办了省大的宴会 邀请了人类和仙子族的朋友前来参加 却没有邀请邪恶的女巫 宴会结束后 大家都给小公主送上最好的礼物 这时,邪恶的女巫不请自来 她生气地叫道 小公主在十五岁时会被纺锤刺伤手指而死去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幸好,紫丁香仙子还未献上祝福 于是她说 这个咒语的确会应验 但公主她不会死去 只是会昏睡一百年 直到真心喜欢公主的人献上亲吻 就能解除女巫的诅咒 小公主十五岁的那天 国王国王和王后都不在王宫里 她自己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宫殿 宫殿里面有一座楼梯 楼梯尽头有一扇门 门上插着一把金钥匙 她转动了金钥匙 门一下子就开了 一个老婆婆坐在里面织布 公主一碰到纺锤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国王和王后回来了 他们刚走进大厅也跟着睡着了 王宫里所有的东西都睡着了 周围还长满了荆棘 于是王宫里流传着一个传说 一位漂亮的玫瑰公主睡着了 从那以后 有不少王子来探险 他们想穿过荆棘到王宫里去 但都没有成功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 又有一位王子来到王宫 这天时间正好过去了一百年 所以她看到的不是荆棘 而全是美丽的玫瑰花 她轻松地来到王宫 找到了玫瑰公主 公主非常漂亮 王子忍不住吻了她 玫瑰公主一下就醒了过来 接着国王和王后也醒了 王宫里所有的人都醒了 不久 王子和玫瑰公主举行了婚礼 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水晶棘棺材 小裁缝在森林里迷了路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一头巨大的野猪和一头箭壮的熊鹿正在搏斗 熊鹿用鸡脚猛地刺进野猪的身躯 野猪倒下了 小裁缝吓得目瞪口呆 他正想逃跑 熊鹿扑过来把他掀到背上 背着他飞快地跑进森林深处 来到一堵石门前面 熊鹿把石门撞开 里面喷出一堵火焰 熊鹿消失了 小裁缝走进山洞 脚下的石头带着他降到地底下的大厅 大厅中间摆放着两个水晶棺材 第一个棺材里是个小巧又精致的城堡 他又看向第二个棺材 里面竟然是一个美丽的少女 小裁缝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少女突然睁开双眼 他看到小裁缝十分惊喜 快打开棺材 让我出来 小裁缝连忙打开棺材 少女跳出来 你救了我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丈夫了 可是 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棺材里呢 我原本是城堡里的公主 有个邪恶的魔法师 想要让我嫁给她 我不愿意答应 她就把我的哥哥变成熊鹿 把我们的城堡缩小锁在水晶棺材里 我也被她囚禁了 幸亏你来到这里 我才能得救 小裁缝和公主一起打开另一口棺材 城堡变回了她真正的大小 更让人高兴的是 熊鹿也变成了公主的哥哥 原来她刚才打败的有猪 就是魔法师变的 公主和小裁缝 在城堡里举行了婚礼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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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前准 МУЗЫКА